大家好,我杨风,今天7月19号 今天我们谈一下 有关全球的金融与政治局势 似乎隐隐约约的,出现了一个趋势 但是,又有一点晦暗不明 昨天的视频,我们说了这么一句 拜登之前的布局是 先收拾俄罗斯,再收拾中国 因为最终的目标还是中国 肯定是中国 但世界局势走到了今天 有一点混沌不清 难以明了的感觉 我们从两个方向来看 第一,全球的金融市场扑朔迷离 从一个面向来看,是危机四伏 大难就在眼前 但是,从另一个面向来看 似乎又还可以 这包括了股市与债市 第二,从世界局势来看 最近的情形是混乱不堪 有关这一点,我们有好几条的线索 第一,英国首相约翰逊被迫辞职 第二,意大利总理德拉吉递出了辞城 虽然,意大利总统拒绝接受他的辞城 第三,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杀 虽然,世人并不明白 真相到底如何 安倍到底是被布满分子刺杀 还是被政敌暗杀 第四,OPEC秘书长离奇去世 第五,斯里兰卡国家破产 第六,印度政府宣布卢比结算令 这些线索囊括了政治、经济与金融 当然,还有其他的线索 我们就不一一列出来 这两个方向 一个是经济、金融的 另一个显示出了全球的政局 出现了动荡的可能 除此之外 美国这边是加紧力度 一方面是加速升息 另一方面 拜登政府正在极力的催化北约组织 先是在东西两个方向 扩大北约组织的规模 北约在全球扩张 是不是拜登的终极目的 作为美国打击中俄两国的最终手段 我们先说金融方面 4月14号的视频 美联储加速紧缩 全球恐怖震荡来临 中俄硬脱颖而出 这期视频我们点出了一个趋势 由于美联储加速升息 而且还进行缩表 可以说是双管齐下 一定要把美国的通货膨胀给压下来 美国这一次的通货膨胀是40年紧鉴 因此 美联储也可能会采用40年来紧鉴的手段 来压制通膨 也就是快速升息 快速缩表 鉴于以往的经验 当美联储吹起了加息的号角 等于是吹响了全球美元资金回流的浪潮 由于美国这一次是加速升息 快速缩表 因此 美元回流的浪潮 可能会比以往都要猛烈 这种情形 对那些缺乏美元外汇的国家 或是高负债的国家 是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会不会重现世人眼前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前一阵子 斯里兰卡政府宣布国家破产 就是最好的案例 之前我们说 美联储这一次的升息浪潮 具有三重魔力 这是美联储加速升息 加速缩表 加上俄战争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再加上对冲基金 以及金融大额的炒作 因此我们才会说 全球恐怖震荡来临 有人可能会说 这是因为斯里兰卡是个小国 经济体量很小 我们来看一看 经济体量大一点的土耳其 土耳其里拉货币 这几年持续下滑 当美联储在今年3月宣布升息的时候 里拉依然是持续下滑 这是另外一个案例 如果觉得土耳其的经济分量还不够 我们可以看一看日本与欧盟的例子 日元汇率从今年3月初到昨天 下跌了大约20% 同样的期间 欧元兑换美元 下跌了大约10% 在美元潮汐的浪潮之下 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信免 目前只有俄罗斯卢布兑换美元是上升的 人民币汇率也相对稳定 只有在4月的时候 出现了下跌的情形 5月之后 人民币汇率趋于稳定 上星期 印度仿效俄罗斯 宣布了印度版本的卢比结算令 印度为什么贸然推出卢比结算令呢? 印度这半年来持续着贸易逆差 去年9月 印度的外汇储备是6420亿美元 到了今年6月底 外汇储备规模降低到5880亿美元 一方面 这是贸易逆差的结果 二方面 是因为资本流出 美联储加息 促使印度资金流出 功不可没 问题是 美联储吹响了加息的号角 很可能导致全球许多国家 出现美元荒 尤其是那些高负债的国家 或是高度运用国外资金的国家 印度的外债规模 大约是6200亿美元 根据资料 印度将会有大约2670亿美元的外债 会在未来9个月到期 印度还债的压力很大 还债的压力大也就罢了 怕就怕债 到时候缺乏美元资金来还债 那么问题就大了 印度只是一个案例 全球有不少的国家像印度一样 尤其是一些东南亚国家与拉美国家 重点是 美联储从3月开始宣布加息 到现在 也只不过4个月的时间 这才是刚开始 当美联储持续加息 持续缩表 全球的经济与金融环境 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没有人知道 但是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 全球许多国家 会出现美元流动性的问题 美元化的问题 不论国家大小 那些高负债的国家 大量依靠外资 促进经济发展的国家 会出现严重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 在通货膨胀高涨的情况之下 不少国家在今年 已经出现了经济停滞的现象 接下来 有迹象显示 未来一两个季度 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 过去的两年 由于疫情的缘故 许多国家打印钞票 来维持经济的增长 避免经济崩溃 所以 全球经济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是大量放水 高负债 高通膨 然后是美元流动性出现的问题 如果经济衰退 又在这时候来临 许多国家的经济会支撑不住 当一个或两个国家出现问题 那还好 如果是多个国家出现的问题倒下来 那会严重影响全球贸易 甚至于是影响了供应链 那样的景况 就很不好说了 问题是 美联储为什么要在这时候 快速加息 快速缩表呢? 许多人会说 这是因为美国通货膨胀严重 40年来紧见的通膨 但是 如果美联储持续的快速加息 快速缩表 很可能会刺破经济泡沫 让股市严重下跌 再次与楼市也会大跌 然而 调诡的地方是 美国股市的表现似乎没有那么糟糕 美国十年期的债券殖利率 在美联储持续升息的压力之下 竟然还回跌到3%以下 画面上 6月14号的时候 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 上升到3.48%的高点 然后 竟然两次跌回3%的关卡以下 即便是大家都预期 美联储将会在下星期 再度升息75个基点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国债殖利率仍然下跌 昨天的十年期 国债殖利率是2.987% 那么,美联储在玩什么游戏呢? 这场全球金融较量 会以什么样的形式 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这问题大了 这种情形几乎是前所未见 金融市场上有一个说法 当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殖利率 低于两年期的利率 这预示着 经济衰退来临 这就是俗称的利率倒挂 或是利差倒挂 为什么利率倒挂 很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来临呢? 一个简单的说法是 当长期利率高于短期利率 或是说 这两者的差距变大 那就表示 人们看好未来的经济前景 愿意向银行借钱投资 因为投资是长期的 如果利差缩小 甚至于倒挂 甚至于倒挂 那就表示 人们不看好未来的经济前景 就不会向银行借钱 反而会把钱放在短期的债券中 另外一个简单说法是 当利差扩大 银行就很愿意把钱放贷出去 借给企业 因为利差扩大 银行赚得更多 如果利差缩小了 甚至于是倒挂 我要是银行 我也不愿意放贷出去 因为赚不到钱 而且还会有风险 这就表示 银行愿意放贷出去的钱 变少了 不利于经济增长 巧了 昨天的美国两年期的国债殖利率 是3.17% 比十年期的利率高了0.19% 美国再次的出现了利率倒挂的情形 那么 这是不是表示 美国将会面临经济衰退呢? 有可能 而且是很有可能 这也是我们从去年的时候 所提出来的观点 眼见着美国靠印钞票来维持经济的增长 眼见着通过膨胀高涨 因此 我们去年的时候说 一次经济衰退 美国无力再针对中国 但是今天 我们暂且放下经济衰退的说法 不是说 这不会发生 而是说 美联储的重点 可能不是在于 经济是否衰退 而是还有其他的计算 我们看一下 美国股市的表现 美国倒穷指数从一个月前不到3万点 又稍微回升了一些 这个月 股市指数保持稳定 这也符合我们在今年初 一月时候的说法 虽然通货膨胀高涨 迫使美联储不能够再印钞票 美国将面临经济增长的问题 股市将会从高点回落 下跌 并且 有可能会进入熊市 但是 美国这边 有人不愿意看到股市下跌 必然会想尽办法拖住股市 那么 美联储可能还会有什么盘算呢? 我们先看一下 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美国可能会过关 第一 在快速加息 快速缩表之下 全球大量的资金回流美国 之前 我们的计算是 按照美联储缩表的速度与规模 美国要在一年之内 吸引1万亿美元的资金回流 上次我们说 这个规模 是有可能办到的 现在 美元指数处于高位 大约是107 而且日元汇率与欧元汇率都下跌了 相当的幅度 这印证了美元回流的规模 可能是达标的 第二 美元回流的规模达标 还不够 这些回流的资金 有许多只是来避险的 并没有大量投入到 美国的资产市场 购买美国的资产 比如说 股市 在市与楼市 因此 只要美国能够稳住经济 然后 想办法 吸引这些回流的资金 购买美国的资产 美国就有可能会稳住美国的资产价格 打个比方说 如果美国能够相对的压低国债的殖利率 稳住债券的价格 就有可能吸引回流的资金 进入美国债市 然后 如果债市稳定了 就有可能会拉动一些回流的资金 进入美国股市 只要美国说好了故事 比如说 美国长天期的国债利率上涨幅度有限 债券价格稳定下来 然后 美国的通货膨胀见顶了 对股市的冲击也变小了 股市落底了 只要把这两点故事说好 一些回流的资金 就都可能会再度进入美国的资产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这几个月 大家时常听到一些 美国方面说通膨见顶 其实 通膨见顶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就算是通膨见顶 通膨仍然是在高位 对,对吧? 通货膨胀 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那么,哪来的资产价格回升 股市回升 经济恢复增长呢? 说穿了 就是说故事的本事 只要这两点故事有人听 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 美国可能还想要吸引更多的资金回流 如果有更多的资金回流 再加上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更差 比如说,斯里兰卡国家破产 印度 欧洲与日本的经济表现又落后给美国 在相对比较之下 这些资金不仅仅是来美国避险 只要美国讲好这两点故事 这些资金就有可能会进入美国的资产市场 拖住美国的经济 因此 美联储在今年会继续加息 目的就是要催赶更多的资金回流美国 即便是一些国家的经济 可能会垮掉 也在所不喜 再谈谈国际政治方面 美国为了要对付中俄两国 重新拾起老本行、军事 这是美国最为擅长的领域之一 另一个是金融 金融方面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绝对不要小看了美国的金融操作本事 当我们说 美国擅长军事的时候 并不是说 美国要打仗 一定会打仗 而是说 美国会通过军事组织的动员 联合盟国的力量 来对付中俄两国 在这方面 拜登今年的布局 很可能是 迫使各国站队 选边 欧盟方面 透过俄战争 美国紧紧拉住了欧盟 把欧盟捆绑了进来 东亚的日本与韩国 似乎已经跳上了美国的战车 前一阵子 安倍进山遇刺 不管是什么原因 阴谋也好 是不满分子刺杀也好 总之 安倍遇刺 这可能表示 安倍的势力被拔除了 虽然 安倍是坚定的右翼分子 有安倍在 肯定对中国不利 换一个角度来想 安倍跟泽连斯基不一样 安倍会考虑日本的利益 有安倍这样的人在 日本可能只是利用美国 借此摆脱美国的捆绑 美日两国因此只是互相利用而已 日本不至于走向乌克兰的路 走泽连斯基的路 目前看来 日本通过修宪 打开军事预算的上限 很有可能会通过 所以 东西两方面的欧洲与日韩 美国几乎搞定了 剩下的就是中东地区 还有东南亚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已经根深蒂固 东南亚国家大概率的不会选边 至于中东地区 上星期 拜登到中东地区访问 看情形 美国最多是维持 中东地区目前的格局 所以 美国可以动员的国家 大致上就是欧盟加日韩加五眼联盟 美国搞定了这些国家之后 也就是选边站队的国家确定了之后 美国会有什么计划呢? 这是目前比较隐晦一点的部分 或是说难以明显的部分 美国可能要打一场 兼壁亲眼的新冷战 这个新冷战跟上个世纪美苏冷战类似 美国会带领站队美国的国家 对中俄两国进行封锁 原因是 美国不可能会放弃霸权 至少是在现阶段 不过 这一次的新冷战 有两点不同 第一 美国这一次必须同时对付中俄两国 虽然 这违背了美国前国务卿 基辛格的美中俄三边论点 但是 拜登政府仍然认为胜利在握 第二 这一次的新冷战 更着重于经济与金融方面 当然 科技的冷战肯定在里头 这包含在经济之内 我们如果回顾去年的时候 美国召开了三次的世界半导体峰会 并且强迫日本、韩国与台湾 把企业机密数据提供给美国 同时 半强迫 半提供诱因 让台积电与三星到美国设厂 从而打造美国所期待的半导体供应链 这个新的半导体供应链 美国当然是为了自己 但是除此之外 美国也是将日本、韩国与台湾 跟美国捆绑 从而形成在半导体上的铁幕 将中国隔离在外 前一阵子 美国又强迫荷兰的ASMO公司 连一般的DUV光刻机 都不准卖给中国 美国就是在进行切割、隔离 而且往后还会更进一步 至于纯电动汽车电池方面 美国也想要与日本、韩国合作 打造一条新的供应链 只不过中国大陆在电池领域方面太强了 美国无法对中国封锁 当然 美国新冷战的计划有不少的缺漏或是破绽 时间的关系 我们无法继续推演下去 这方面我们等趋势确定了之后 有更多的信息尘埃落定之后 再来谈 下星期 美联储开会之后 会决定加息的幅度 下星期加息之后 美国的基准利率 大概会在2.25%到2.5%之间 我们继续密切观察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请继续收看风云天下杨风时评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